对神满腔热情 也要行事合乎真理才行 朋友平安 让我们陪你读圣经 一天一章生命发光 今天来读 世诗纪第十一章 今天我们要来认识一位 很有名的世诗耶福他 耶福他的出生 在当时并不好 所以就算他很有领导能力和才华 还是不被赏识 他处处被排挤 被剥夺应有的权利 伤心的耶福他 只好离乡背井逃得远远的 令人敬佩的是 这些遭遇并没有让耶福他 成为愤世祭俗的人 反而拥有了更宽大的心胸 被神高举成为以色列的领袖 让我们一起来读 世诗纪第十一章 世诗纪第十一章 他七所生的儿子长大了 就赶逐耶福他 说 你不可在我们父家承受产业 因为你是妓女的儿子 耶福他就逃避他的弟兄 去住在图伯地 有些匪徒到他那里聚集 与他一同出入 过了些日子 雅门人攻打以色列 雅门人攻打以色列的时候 激烈的长老到陀伯地去 要叫耶福他回来 对耶福他说 请你来做我们的元帅 我们好与雅门人征战 耶福他回答激烈的长老说 从前你们不是恨我 敢逐我出离父家吗 现在你们遭遇极难 为何到我这里来呢 激烈的长老回答耶福他说 现在我们到你这里来 是要你同我们去 与雅门人征战 你可以做激烈一切居民的领袖 耶福他对激烈的长老说 你们叫我回去 与雅门人征战 耶和华把他交给我 我可以做你们的领袖吗 激烈的长老回答耶福他说 有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做见证 我们必定照你的话行 于是耶福他同激烈的长老回去 百姓就立耶福他做领袖 做元帅 耶福他在米斯巴 将自己的一切话 成名在耶和华面前 耶福他打发使者 去见雅门人的王 说 你与我有什么相干 竟来到我国中攻打我呢 雅门人的王 回答耶福他的使者说 一位以色列人 从埃及上来的时候 占据我的地 从雅嫩河到雅伯河 直到约旦河 现在你要好好的 将这地归还吧 耶福他又打发使者 去见雅门人的王 对他说 耶福他如此说 以色列人并没有占据 摩亚地和雅门人的地 以色列人从埃及上来 乃是经过旷野到红海 来到加蒂斯 就打发使者 去见乙东王 说 求你容我 从你的地经过 乙东王却不应允 又照样打发使者 去见摩亚王 他也不允准 以色列人 就住在加蒂斯 他们又经过旷野 绕着乙东和摩亚地 从摩亚地的东边过来 在亚嫩河边安营 并没有入摩亚的境内 因为亚嫩河 是摩亚的边界 以色列人打发使者 去见亚摩利王西红 就是西石本的王 对他说 求你容我们 从你的地经过 往我们自己的地方去 西红却不幸福 以色列人 不容他们 经过他的境界 乃召聚他的众民 在亚杂安营 与以色列人争战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 将西红和他的众民 都交在以色列人手中 以色列人就击杀他们 得了亚摩利人的权地 从亚嫩河到亚伯河 从旷野直到约旦河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 在他百姓以色列面前 赶出亚摩利人 你竟要得他们的地吗 你的神基摩所赐你的地 你不是得为业吗 耶和华我们的神 在我们面前所赶出的人 我们就得他的地 难道你比摩亚王 西波的儿子巴勒还强吗 他曾与以色列人争敬 或是与他们争战吗 以色列人住西石本 和属西石本的乡村 亚罗尔和属亚罗尔的乡村 并言亚嫩河的一切诚意 已经有三百年了 在这三百年之内 你们为什么没有取回这些地方呢 原来我没有得罪你 你却攻打我 恶待我 愿审判人的耶和华 今日在以色列人 和亚门人中间判断是非 但亚门人的王 不肯听耶和华他打发人说的话 耶和华的灵将在耶和华身上 他就经过基列和马拿西 来到基列的米斯巴 又从米斯巴来到亚门人那里 耶和华就向耶和华许愿说 你若将亚门人交在我手中 我从亚门人那里 平平安安回来的时候 无论什么人 先从我家门出来迎接我 就必归你 我也必将他献上为凡计 于是耶和华他往亚门人那里去 与他们征战 耶和华将他们交在他手中 他就大大杀败他们 从亚罗尔到米尼 直到亚贝勒基拉明 攻取了二十座城 这样亚门人就被以色列人制服了 耶弗他回米斯巴 到了自己的家 不料他女儿拿着鼓 跳舞出来迎接他 是他独生的 此外无儿无女 耶弗他看见他 就撕裂衣服 说 哀哉 我的女儿啊 你使我甚是愁苦 叫我做男了 因为我已经向耶和华开口许愿 不能挽回 他女儿回答说 父啊 你既向耶和华开口 就当照你口中所说的 向我行 因耶和华已经在仇敌 亚门人身上 为你报仇 又对父亲说 有一件事求你允准 容我去两个月 与同伴在山上 好爱哭我终为处女 耶弗他说 你去吧 就容他去两个月 他便和同伴去了 在山上 为他终为处女爱哭 两月已满 他回到父亲那里 父亲就照所许的愿 向他行了 女儿终身没有亲近男子 此后以色列中 有个规矩 每年以色列的女子 去为激烈人 耶弗他的女儿 哀哭四天 虽然耶弗他是一位 很有能力 也敬畏神的士师 但是他仍然在 激昂的情绪之下 用了错误的方式 来向神许愿 要以人为继 其实这是迦南地的 异教习俗 是神所不喜悦的哦 虽然我们不知道 耶弗他的女儿 最后是真的被献烦祭了 还是终身为嫁 侍奉神 但无论如何 这都提醒了我们 就算对神满怀热情 也要行事合乎真理 先认识神的心意 和他做事的法则 才是能与他同行 祝福人的关键哦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求你赐给我热情和智慧 帮助我不再只是用自己的方法来行事 而是能真的 掖尽你心意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明祈求 阿们 祈福你贴近神的心 合乎真理而行 陪你读圣经 我们明天见 耶稣爱你 我也爱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